欢迎大家来到HSK二级标准课程 我是Rachel老师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五课的内容 好,大家首先跟我一起读一下标题吧 就买这件吧 就买这件吧 好,take this one 好,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好,首先也是我们一起来进行将图片和词语一一对应一下 老师来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写啊 好,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自己来先试一下 好,第一个是什么 语 好,跟我一起读 鱼 撕起你的嘴巴 这是什么 fish 好,fish f 好,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有点 有点熟悉啊 is so similar 什么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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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right 咖啡 okay so similar 好,那我们选择 E选项 好,那么下面一个 是 大家自己来读一下啊 是什么 考试 好,那么选择 test test alright okay A 好,那么下面 Next 不是衣服 是衣服 A的neutral tongue 衣服 好,选择 好,选择 A is cloth right A cloth 好,我们选择 D 好,那下面一个 打球 打球 I play basketball 好,我们选择 B选项 那么最后一个呢 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见过啊 我们之前学过 对不对 We learned it before 是什么 休息 休息 It's also neutral tongue 是一个轻声 休息 A have a rest okay 选C 好,非常棒 好,那么我们接下面 继续来看 我们一张一张图片的看 来看一下 他们每个人 都在什么地方 他在做什么 Describe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ere they are doing okay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吧 第一个 Two girls A t-shirt Right is clothes A t-shirt clothes 衣服 好,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呀 买衣服 对不对 I buy t-shirt buy clothes 买衣服 那么我们选择 第四个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选择第四个 在商店买衣服 A store 你在商店买衣服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What are they are doing Coffee Drink coffee Right 喝咖啡 他们在喝咖啡 他们在哪儿喝咖啡呀 咖啡馆 他们在咖啡馆 喝咖啡 对不对 咖啡馆 好的 不错 好,下一个 他们在做什么呢 Writing Right OK, writing Test 对不对 考试 考试 在哪里考试呢 在哪儿考试啊 在学校 School 对不对 在School考试 好,非常棒 那么看下一个 他们在干什么 I have a dinner 对不对 I have a eat Eating 好,那么在哪里吃饭呢 吃饭 在哪儿吃饭 在饭馆 吃饭,对不对 在饭馆 吃饭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个句子啊 跟我一起读 每个读两遍 好,第一个 在饭馆吃饭 在饭馆吃饭 好,不错 好,下一个 在咖啡馆喝咖啡 在咖啡馆喝咖啡 好,下一个 在学校 在学校考试 在学校考试 好,很不错 下一个,最后一个啊 在商店买衣服 在商店买衣服 好,很棒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好,那么我们就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好,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新单词 A new word 好,第一个 每个都要跟我一起读啊 跟我一起读 第一个 外面 外面 Outside 外面 外面 那么还有一个词 another word 叫什么 inside,对不对 好,那就是里面 里面 还有一个是外面 好,外面 好,我们下面 准备 准备 Intend to plan 我准备学习汉语 I'm planning to learn Chinese 我准备学习汉语 Intend point 准备 好,下一个 就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It's an important point 就 好,它是什么意思啊 Used to 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resolution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就 多读两遍啊 read more 就 好,那么它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副词 它是一个副词 adverb 副词 好 就 加动词 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a resolution made on the basis of what's been mentioned pravacely 好,表示 承接上文 得出一个结论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例句啊 第一个 跟我一起读 跟我读啊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You can feel my mood my motion 感受一下 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You don't want to go just have a rest at home 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好 这里是一个就 你不想去 就在家休息吧 好,那么下面 这儿的咖啡不错 就喝咖啡吧 这儿的咖啡不错 就喝咖啡吧 好 那么这个就 好 这里 感受一下 我的这个 mode 这儿的咖啡不错 就喝咖啡吧 the coffee is great 我们就喝咖啡吧 好 最后一个 就做你最爱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就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好 那么 还有一个 我们这里 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 他写的什么 这里 在这句话中 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大 表示一个 让步 indicates consension 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大 the color is okay but but 表示一个 让步 consension but is much bigger 好 那我们就可以 总结一下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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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前面是一个 the short sentence 好 那么后面就是就 后面继续是 好 还是一个 short senten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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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句型 好 好 那么 我来问 你来答 好不好 我来老师来问 你来回答一下问题 ask the other question 好 我说 明天天气不太好 不能踢足球了 记不记得踢足球 play football right okay 怎么办呢 明天天气不好 the weather is not good tomorrow 不能踢足球了 怎么办 好 那你 你来回答一下 就 那就后天吧 after tomorrow 就后天吧 好 不错 这就是一个 就 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a resolution 好吗 好的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句子 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 大卫觉得 这个商店的衣服 不错 想买一件 他怎么说呢 大卫觉得 这个商店的衣服 不错 想买一件 他怎么说 这个我们后面会学到 那么我们先用就来说一下 那就买一件吧 就买一件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老师说的一些句子 大家是可能不太懂 好 我们一起来继续学 后面我们都会学到的 好 那么 继续来看一下 这里 鱼 对不对 鱼 是什么 fish 鱼 好 那么 下面 八 跟我一起来读 八 八 I use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to indicate conclusion suggestion request or command 八 好 好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课文 第一个A and B 好 跟我一起读 晚上 我们去饭馆 吃饭 怎么样 I asked a question 晚上 我们去饭馆 吃饭 怎么样 好 B说 我不想去外面吃 I don't want to eat out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 好 那么 A又说了 那你准备 你准备做什么呢 What are you pointing to cook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好 他说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I think a fish is your favorite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好 我们那继续来学习 好 这个 贱 就是老师刚才的问句里面 大卫想买一件衣服 好 我们一起一会儿再来回答那个问题 We answer that question again 好 贱 跟我一起读 贱 好 Used for clothes among other items pieces piece 好 贱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好 我们再来读 一件衣服 好 不错 下面 还 还 还 possibly fairly rather 还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还 是什么意思啊 到底 怎么感觉跟我们平时学的不太一样呢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这里 好 还是一个 the model adverb 语气负词 还 好 那么 还 加 形容词 adjective 表示 and means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 or excitable 表示 勉强过的去 is possible or excitable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 我们就会了啊 我们一起从例句中来学习 他怎么说的 你 身体怎么样 how are you 你 身体怎么样 身体 body 是一个 关心 care about her body right her health 你身体怎么样 还好 我来回答 还好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not so bad not so bad 还好 然后呢 第二个 这件衣服 大吗 衣服 clothes 大吗 big 还行 不太大 还行 不太大 just okay not too big 还行 不太大 好 下面 最后一个 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考试 test 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how about the test yesterday 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你可以说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I think I think tha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s okay but writing and reading not good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just okay 读和写 不好 那你的中文 那你的中文怎么样 你的考试 怎么样呢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下面 我还有 好 行 我们这个还就学习完了 那我们最后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吧 好不好 我来问 你来答 你身体怎么样 我们不看这个 我们不看这个 你身体怎么样 你来回答我 you answer me 你身体怎么样 你说还行 还行 好 那你的衣服 大吗 你的衣服 大吗 you close 你的衣服 大吗 你说还行 不太大 证和事 is fit for me 证和事 好 你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你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你说 还行 挺好的 还行 is good ok 好 学完了还 好 我们 继续来看 还后面 go on 下一个 可以 可以 not by 可以 是不是 连在一起是什么 还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what we see 我 还可以 好 可以 下一个 不错 不错 pretty good 不错 比如我来说 你的中文 怎么样 你可以说 还可以 你也可以说 不错 不错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 学习一下课文 text 好 a and b 好 a说了什么 帮我 帮我 就是有点 就是有点 颜色 还可以 就是 有点 大 有点 what meaning 有点 有点 好 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有点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 学一下 有点 有点 是一个 程度 符词 adverbal modifier 有点 是一个 而 而 而 卷舌 而 有点 而 好 很棒 说的很棒 有点 而 而 话音 是不是 北京 北京话 是不是 都是 而话音 有点 有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有点 有点 加 形容词 或者 动词 objective or verb indicates that speaker's negative mode negative mode 消极的 不好的 or compliment or compliant 表示 说话人 the speaker's negative mode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 学一下 例句 第一个 也跟我一起读 今天 天气 有点 冷 有点 今天天气 有点 冷 ad weather a little cold 今天天气 有点 冷 好 那么下面 我 昨天 有点 累 我昨天 有点 累 I was tired yesterday I was little tired 我昨天 有点 累 好 那么下面 这件衣服 有点 大 这件衣服 有点 大 It's much bigger 这件衣服 有点 大 好 这也是一个 有点 现在 你稍微 明白一点 有点 Do you understand a little 有点 好 那么下面 我来问 你来答 我们一起练习一下 Let's have a practice 好 今天天气 怎么样 今天天气 怎么样 weather 今天天气 怎么样 How about the weather today 你来回答一下 有点 热 有点 冷 对不对 好 有点 好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句子 听老师来说 我们已经学习 四个小时了 我们已经 记不记得 already 已经 我们已经学习 四个小时了 4 hours 四个小时了 你们累不累 你们累不累 Are you tired? 你们累不累? You can answer You can answer what? 有点累 有点累 对不对 好 非常棒 我们学习完了 这个有点 好 那么我们 继续来看 课文中 又说了哪些呢? Anything else? 好 跟我一起来读 这件 小的 怎么样? How about this move? 这件 小的 怎么样? 这件不错 这件不错 That one This one is good 这件不错 就买这件吧 就买这件吧 好 那 这件怎么样? 这件怎么样? You can answer 这件不错 这件不错 好 非常棒 我们学习完了 我们学习完了这些 好 我们继续看 还有哪些单词 好 跟我一起来读 考试 考试 We have test We have test We usually have test 我们经常考试 我们经常考试 Chinese test 中文考试 对不对? 中文考试 考试 好 下面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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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ing 我是不是经常说 这是什么意思呀? What's meaning? 这是什么意思呀? What's meaning? 意思 意思 好 不错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 吧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 今天 去不去 打球 打球 Remember that? 今天 去不去 打球 好 我们在一起读 这两天 有点累 不去打球了 这两天 有点累 不去打球了 好 继续来 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做什么呢? 好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是在想 昨天的考试吗? Are you thinking about yesterday test? 好 继续 是啊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还可以 对不对?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意思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个句子 是啊 我觉得 听和说 还可以 读和写 不好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很长 是不是 感觉这句话有点长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e meanings of many characters 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还可以 这里 还可以 还 加形容词 objective means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 for acceptable 你的身体怎么样 还好 你的衣服 大吗 还行 不太大 好 非常棒 还记住这个 我们下面 继续来学习 跟我一起读 Is that so easy for you 咖 费 咖 费 the first 咖 咖 费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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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对 对 You have to befer a noun or prenoun for 对 好 下面 以后 以后 after after afterward later 以后 好 我们一起来 学习一下课文吧 这里说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Let's take a rest 喝咖啡吗 Coffee 休息一下吧 喝咖啡吗 好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I remember that 两 对不对 I really learned it last lesson 不喝了 我已经喝两杯了 好 下面 是啊 咖啡 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咖啡 咖啡 多了 对身体 不好 Too much coffee is bad for your health 是啊 咖啡 喝多了 对身体 不好 好 那么最后一句 以后 以后 我少喝一点 以后 我少喝一点 以后 我少喝一点 每天 喝一杯 一点 记不记得 以后 一说一点 你可以 这样 一点 好 不错 以后 我少喝一点 每天 喝一杯 好 非常棒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刚才学习的这里 就 记不记得 就在家休息吧 就喝咖啡吧 好 我们下一个 嗨 我们刚才说过了 有点 好的 下面呢 我们也是来分决策朗读课文 replay the dialogues 我们来一起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 刚才我都说了哪些问题 好 老师带着我们一起 第一个问题 今天晚上 他们 在哪儿吃饭 今天晚上 他们 在哪儿吃饭 在家吃饭 在家吃饭 at home 好 下一个 他觉得 那件衣服 怎么样 他觉得 那件衣服 怎么样 好 记不记得 那个还 好 那就是 颜色 还可以 就是 有点 大 颜色还可以 就是 有点 大 好 不错 那么下面 smaller it 我们调小一点 好 下面 他 累 累 这两天 有点 累 好 下面 这里 他觉得 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怎么样 他觉得 昨天的考试 怎么样 what does she think what does she think the test about yesterday 好 我们一起来回答 他觉得 怎么样啊 如何 在这里 他觉得 觉得 怎么样 还记不记得 听和说 还可以 听和说 还可以 然后呢 怎么样 读和写 读和写 reading and writing 不太好 好 很多字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意思 meaning 下面 他为什么 以后 每天 就喝 一杯咖啡 美 记不记得 咖啡 什么 以后 每天 就喝 一杯咖啡 好 是什么 咖啡 喝多了 对身体 不太好 咖啡 喝多了 对 身体 不好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 我们 一起来 回答一下 这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 回想一下 think it吧 第一个 这件衣服 怎么样 还不错 对不对 这件衣服还不错 还不错 就是有点小 就是有点小 好 那么下面 今天 今天 怎么样 今天 怎么晚 有点晚 对不对 有点晚 今天有点晚了 今天有点晚 我们明天再看吧 我们明天再看吧 好 下面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怎么样 不错 对不对 好 不错 我每天来喝一杯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不错 我每天来喝一杯 好 最后一个 你们不去外面吃 outside 你们不去外面吃 我现在 at conclusion right 就准备晚饭 好 就准备晚饭 好 那么我们一起 再来读一遍 reading together 好 跟我一起读 这件衣服 还不错 就是有点小 好 今天有点晚 我们明天再看吧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不错 我每天来喝一杯 好 最后一个 你们不去外面吃 我现在就准备晚饭 准备 欢迎你 我现在就准备晚饭 好 我们学习完了单词和课文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它的pronunciation 语音 好 第一个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没有skills 今天 今天看看有没有skills 好 首先 语句子的语法重音 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 syntactic stress in the sentence right I remember not not and read right ok 好 那么今天我们 继继续来 use their skills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定语中语中读 定语 定语 修饰的是哪个 是不是中国菜啊 对 中国菜 what kind of Chinese food 我妈妈做的 Chinese food right 我妈妈做的 好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 wish that the Chinese food my mother my mother my mother do it right ok 那么我们一起来 not 好 跟我一起 那是我妈妈做的 中国菜 那是我妈妈做的 中国菜 好 下面 那个学校 是 是什么 他这里 是李老师 李老师 Teacher Lee 工作了 work 很多年的地方 那个学校 是李老师 工作了 很多年的地方 那个学校 好 我们 这句话是什么 那个学校 是李老师 工作了 很多年的地方 That school is where Mrs. Lee worked for many years 好 我们再来 读一遍 那个学校 是李老师 工作了 很多年的地方 好 下面一句 我 我最喜欢 红色的衣服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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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blah blah的 都有一个 的 什么什么 的 好 不错 好 我们学习完了 这个 记住我们说的 not not ok 来 好 下面 第二个 another is striving the adverbal multiford 壮语 壮语 壮读 it's it's different with that with it bifferent 壮语 壮语 壮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呢 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 是什么意思 好 跟我一起来读 你的杯子 就在那 你的杯子 就在那 对不对 你的杯子 杯子 你的杯子 就在那 好 非常棒 下面 这是第一个 就在那 好 第二个 大胃的狗 飞一样的 跑了过去 like a dog fly to here fly 大胃的狗 飞一样的 跑了过去 大胃的狗 飞一样的 跑了过去 飞一样的 好 下面 最后一个 我 爸爸 是医生 my father my dad is a doctor 每天 每 记不记得 每天 从早 到晚 忙工作 I work I work from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every day my dad is the doctor I work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every day 我爸爸 我爸爸是医生 每天 从早到晚 忙工作 忙 是不是 我们也之前学习过 忙 真忙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 壮语中毒 好 记得 not read not read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下面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一起来学习 characters 好 准备好你的手指 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写 首先我们 先来学习一下 I learned first 独体 自 精度 component characters 好 第一个 鱼 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不是 鱼 鱼 是不是 It means 鱼 好 那么一直到 后面 这样 I sound like fish I think OK right 好 那么 我们一起来 伸出手 我们先来 学一下 它是怎么写的 How to write 第一个 写 横折 树 横 折 还是 横 树 横 Close 8 right OK here 横 好 我们一起来 拿手 写一遍 铁 横 折 树 横 折 横 树 Plus 8 横 OK And last 横 Right OK 好 鱼 I do like eat fish I do like eat fish OK 他下面 他跟我 度啊 这个 衣 衣服 衣 好 This one Look at this picture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e looks like an ancient chinese upper upper garment upper 只是 上面的 upper garment Now it's referenced to all kinds of clothes right 好 那么也是 到了后面 It's also like i this one i i 好 我们也一起来 写一遍吧 That's right OK Here 好 点 行 写 竖题 写 那 好 我们一起来 伸出手指 伸出手指 Your fingers 点 横 撇 竖题 点 那 好 非常棒 好 我们学习完了 这里 我们一起来 再看一下 这里 汉字的偏旁 radical 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 两个 第一个 子 the radical It's usually related to children 我们经常说 孩子 children 孩子 is neutral 孩子 这里就是 孩 right a child 好 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这个 孩 是怎么写的 much bigger 孩 孩 这里 孩 他在哪儿呢 where here 是不是这里啊 right 孩 自己也拿出手来写一遍 孩 字 字 字 它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是什么样子的 孙 啊 啊 grandson 孙子 孙 啊 in chinese we call 孙子 grandson 孙 是不是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子 这里 子 OK right 好 也是这个 孙子 孙子 好 孩 也是这个 记住这个 子 好 那么下面 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啦 坚持住啊 keep keep 好 这里 广 是一个广 你 I'll listen to 广州 I'll listen to Hareboss 广州 有没有听说过 广东 好 the radical 广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building 啊 building 广 你可以看这里啊 这个 他的这个 广 cover it cover it cover it like a building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子 例子有什么 第一个 这里 我们来看 电 电 store shop right oh it's a building 电 电 电 short cover right 电 这个广在哪里啊 very strong here 广 好 非常棒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床 at bed 床 here 床 好 那么 where is 广 这里 is the same position 床 一个广 一个床 好 那么下面 我们 一起来复习一下 rehearsal 一起来复习一下 内容 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 第一个 就 就这样吧 就在家休息吧 就喝咖啡吧 就 对不对 好 就 好 那么下面 还有什么 还 the model adverb 还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or excitable 还好吧 还好吧 还行 还行 好 非常棒 下面呢 还学习了什么 有点 有点热 有点热 有点冷 有点 好 有点小 有点大 对不对 有点 you can use it in daily life 好 下面我们还学习了 这个重音 not also not and rate not not 好 下面 还有一个 鱼 鱼 fish 鱼 还有衣服 衣 好 最后我们学习了这个 子 孩子 孩子 孙子 子 子 还有这个 building 广 radical 广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that's what we learned today 然后呢 next 我们一定要复习 rehearsalate right and before what we learned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们再见吧 对不对 下节课我们再见吧 再见